好, 我今天就要來學做這個Gillecto 在學做雪糕之前 當然要參觀一下他們的旅遊 現在他們這裡有個餐廳 就說了這個餐廳 如何開始, 如何做雪糕 雪糕有什麼味道… 博物館旁邊, 屬於這間大學的雪糕店 員工全部都是這裡的學生 他們每天都要在這裡實習做雪糕 以及學習如何管理一間雪糕店 這裡的雪糕很好吃, 很有水準 好, 太好了 現在我們開始用古代道 用手中間製作一個箱子 製作一個箱子, 像這樣嗎 所以你會把第二箱子放在中間 好, 製作一個箱子, 像這樣嗎 但這些是雪糕, 這些是鹽 我現在就把它放到處, 放在這裡 好, 這是啤酒 好, 中間 然後開始煮熟 好, 放在這裡 好 好, 接著我要把它攪拌 大概有四、五分鐘 四、五分鐘? 再見 真的嗎 好, 這麼簡單的製作過程 已經完成了 他們稱為蒸泡 是一個水基礎的蒸泡 剛才我們做完蒸泡之後 現在就要學習他們怎樣製作蒸泡 現在這是一個基礎 裡面有忌廉、牛奶和糖 首先我放在這裡 好, 我把全部倒進去 然後, 請把鞋子放在這裡 好, 好 轉去鞋子, 好 請給我10分鐘 我要轉10分鐘 好, 現在轉去10分鐘 學完鞋子之後 其實還要很乖地聽老師教我們 用什麼材料、怎樣做雪糕 或一個小小的糖上 資料已經寫在這裡 接著這道菜, 你就可以回香港 自己在家裡做一個屬於你自己的 Galacto 好, 剛才我的Galacto已經完成了 這就是他們最簡單的牛奶味 我愛它 恭喜你, 這是給你 我的天啊 所以我現在是專業的Galacto製作家嗎 對, 完美, 你已經從Galacto製作家 很開心 我可以進大學了